第四十三集 龙脉之处自是守卫森严 但人间兵力对仙君而言如同虚设 后知引去了身形 用仙法镇定住了守卫的将士 沿着通道深入地脉之中 淡淡的灵光自滴滴一出 相和安宁 但冲天的爱好怨怒 隐隐交错于灵光之中 继于破土而出 但这天下至阳之处 带上了浓浓的邪似之意 一道浑厚的喊声传来 纷繁的咒法压制住了这狂暴的气息 使弟弟重新跪于宁静 后知并未感到意外 镇魂塔传于上古 乃三界至宝 所在之地自会有灵力高深的仙君守护 事宜他自入了这地底后 就一路正大光明的前行 并未刻意地引去踪迹 半个时辰后 一座巍峨的邪宫出现在了后池的眼前 长高的碧绿之塔 屹立于邪宫中央 上古的范文细刻其上 庄严而雄伟 但绿色的光运照耀着整座敌宫 化成了昏远的光运 将弟弟咆哮的鬼魅压制其中 镇魂塔就在眼前 但后池却未再前进一步 塔中间流空之处的古朴坐垫上 一身白袍的古希老者静静地望着他 一双眼带着历经世间万事的透彻和明雾 镇魂塔处三界众生之父 上臣缘何来此 苍老的声音自塔中响起 绕着魂厚的回音 落在了后池的耳中 他神情平和 并未因后池的身份而有半点的触动 后池一点也不意外 这守塔的仙君能弹出自己的身份 相传镇魂塔中守护仙君陛希 半塔而生 历经数十轮回 早已超脱了三界之外 就连天地也干涉不了他对镇魂塔的掌控 陛希上君 后池弯腰直离 未有丝毫不耐 沉声道 后池有私事 遇见镇魂塔百年 还望仙君应运 这一人一塔 早已功生 如若陛希不愿 就算是镇魂塔毁了 他也难度分毫 听见此话 陛希先君眼中显出了点点波动 但声音依旧平静无波 后池上声 镇魂塔关系人际安危 若无他镇守 人间将恶鬼肆虐 在明日 你可知晓 后池知道 但 情非得已 后池上前一步 沈情郑重 上神为己天地之尊 本应守护世间 怎可因私情 而望三界之本 陛希先君望着后池 沉声道 眼底满是失望与不赞同 陛希上君 后池 绝不会置凡间百姓于不顾 后池轻声道 上古之书记载 镇魂塔 乃上古擎天主神所留 非混沌之力不可破 需上神以本源灵力灌注 才能拥有镇压鬼魅之力量 否则终会轻浮 是也不是 见陛希眉色微动 双手背负于后 这半月以来 青木 便查古籍 他也没有歇着 青池宫中 关于镇魂塔的记载 清清楚楚 再过百年 若镇魂塔 还寻不到上神 本源之力的注入 就会崩溃 若不是有了 说服陛希的方法 他绝对不会来这里 后池的声音 在空旷的地宫中 显得格外的清晰 笃定 陛希 低头沉默片刻 失守在花白的 胡须上 摸了摸 凉酒后 才看向了后池 目光灼灼 青池宫中 藏书果然不凡 小神君说得不错 若没有上神 本源之力的惯乱 镇魂塔 的确撑不过百年之久 小神君 既然知道此事 今日前来 又待如何 镇魂塔 需上神本源之力 在三界中 算不得秘密了 可是上神的灵力 终究比不上 混沌之力 若要启动镇魂塔 除非耗掉一位上神 至少半数本源之力 可是无论是哪位上神 又怎会舍得 如此白白的牺牲 毕竟 失了一半的本源之力 就会立刻降为半神 三界格局 立变 县君 这百年时间 后池会将 毕身灵力 禁风于此 代替镇魂塔 镇守人间妖魅 百年之后 愿以拜数本源之力 为代价 祝镇魂塔 永守人间 后池抬头 神情惩直 侃气 一字一句 慢慢道 毕喜 沉着的脸色一变 眼挑了挑 小神君 半数本源之力 此话当真 后池绝不妄言 清朗的声音响起 后池望向了 碧玺 眼中盛光灼灼 好 搬赏后 碧玺长笑一声 苍尽有力 哈哈哈哈哈哈 有舍才有得 小神君 老朽答应 若你百年之后 甘愿以一半本源之力 驻镇魂塔 永守人间 那这百年 我便替你守在此处 碧玺仙君 你 后池一愣 似是不能相信 施了镇魂塔 以碧玺仙君之力 难道还能镇守住 这人间 致邪致恶之地 碧玺没有错过 后池眼中的诧异 他微微一笑 盘腿悬在空中 双手合成半圆 轻声念动咒语 丈高的镇魂塔 缓缓缩小 变成了拳头大小 落在了他的手心上 随着镇魂塔的消失 帝宫身处 其里暴虐的咆哮声 突然变得声势浩大起来 竟隐隐有破土而出的趋势 碧玺仙君轻哼了一声 一道吕光 自他的头内发出 升至半空 变换成了 小一号的镇魂塔模样 落在了帝宫大殿之上 转瞬间 刚才还嚣张无比的嘶吼声 就歇了下来 甚至还带着隐隐的京剧 向弟弟身处逃窜而去 后池眉眼一挑 心底赞叹不已 世人指知 必须上军拥有 掌控镇魂塔之力 却不知 两者早已融合为一 其本身实力 更是丝毫不弱于镇魂塔 若是他飞升九天 未必不能计为上神 难怪他能大言不惭地说 待他守住人间百年 小神君 你这一身灵力 应当另有别用 老朽就不将你留在此处了 你走吧 他话音落地 掌心碧绿的小塔 从半空之中飞来 停在了后池的面前 看来他要做的事 瞒不过这碧玺仙君 后池神情微动 接过了小塔 朝着半空中的老者 郑重行了一礼 碧玺上君 百年之后 后池定来还恩 去吧 正魂踏师 天地天后 迟早会察觉 若是救不到你降救之人 神君这半数的本源之力 就当真是浪费了 笑音音的声音 在半空中响起 后池顿了顿 眼一眯 朝碧玺深深地看了一眼 转身朝底宫而去 碧玺 百年之后 后池上神将镇魂塔送回 你当真要取他半数本源之力 轻轻脆脆的声音 在底宫里突然响起 碧玺仙君身旁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只 碧玺绿色的小仙兽 他身躯肥胖四肢短小 背后的翅膀晶莹剔透 一双眼水润润的 煞是可爱 对着碧玺上君 没有半分恭敬 碧玺 百年世间 一切都做不得准 若是混沌之力现世 镇魂塔日后定然无忧 碧玺仙君摸了摸胡子 眼底带着瞧不透的深意 混沌之力 不是只有祖神青天才有吗 碧玺挥舞着小翅膀 嘴嘟了起来 大眼睛一眨一眨的 混沌之力 除了青天祖神 继承了他血脉的上古真神 也同样拥有 碧玺摇头晃脑了半天 也没有想明白 碧玺仙君话中的意思 碧玺伸出手 小仙兽扑腾了一下 落在了他的手上 碧玺 去后池身边陪着他 你是水灵神兽 有治愈之力 若他日后有危险 你就帮他一帮 碧玺点了点碧玺的头道 不去 不去 碧玺哪里都不去 碧玺一扭身子 透明的翅膀连忙收拢 满脸的不乐意 他身上有又生上神的气息 若你能和 那还为出生的小上神签订祈约 以后就不必日日修炼了 碧玺见碧玺摆明了懒得动了 摸了摸胡子 诱惑道 真的 碧玺连忙转头 翅膀斩了斩 见碧玺满脸的正字 迟疑了一下 从他的掌心里站起来 扑腾着肥嘟嘟的身子 斜斜歪歪的朝着地宫外飞去 比起日后上千上万年的修炼 他还是现在勤奋点 听碧玺的话 去帮帮那个小神君好了 碧玺 你不肯骗我 要不然等我回来了 打光你的胡子 清脆的声音从老远传来 正在摸着胡子的老仙君手一抖 一不留神扯下了几个 疼得没都皱了起来 在后池赶往妖界的同时 凤然变了容貌 混在了一众道贺的仙君中 捏手捏脚的摸到了妖皇的后殿里 妖界每年的年节盛大无比 第三重天更是在这一日 被挤得水泄不通 妖皇和两位殿下 自清早起便离了崇子殿 只剩下了一些妖君守在这里 巨妖藩乃妖皇的新头堡 自然不会随便放在一处 凤然搜寻了半日 才隐隐感应到了 虫子殿身处的石室中 有股强大的气息 但当他小心地行到了石室处 却再也难进一步 看着石室外面 妖力厚重的纷繁阵法 凤然眉眼微重 摸着下巴沉思起来 强行破掉阵法 你会进入妖皇 到时候一定没办法 把巨妖弯带离妖间 怎么 天不怕地不怕的凤然上军 也有担心的时候 细血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凤然一惊 沉着眼回转头 近不远处 以身轻衣的长沁 已在了横栏处 他神情一松 变回了自己的模样 长沁 你怎么会在此 上次一别后 两人便再没有见过面 凤然挑了挑眉 一脸疑惑 还认出了我 我非命变了样子 长沁失笑道 我代表妖狐一族 来第三成天道合 在大殿口见到你 见你行迹鬼祟 就一路跟了过来 幸好妖皇不在虫子殿 否则你这一身张扬的气势 恐怕连后殿也走不进来 凤然身上 本就带着几分邪气 事宜才能如此的 一路畅通无阻的 进了第三成天 但遇到妖皇 恐怕一眼就能被认出来 是吗 凤然摸了摸鼻子 颇有些不好意思 她还觉得 自己挺低调的 凤然 这里是虫子殿种地 你来这里做什么 长沁朝凤然的身后 看了一眼 眉色一正 你是为了取巨妖番而来 凤然点头道 或者需要巨妖番来救人 我今日来妖界便是为此 只是没想到 这里被妖皇布下了阵法 真是伤脑筋 巨妖番是妖界制的 自然不会属于看守 长沁深情正宗 站直了身子道 要不要我帮你 长沁 凤然一愣 摇头道 不用了 我不想带你牵扯进来 巨妖番对妖界而言 太过重要 不是 自从禁运妖君横空出世后 巨妖番的效力早就大惊 况且只要我妖狐一族不与妖皇争权 她的位置就无人能撼动 就算她发现了 也不过是质责几句吧 我欠你一个人情 现在正好还给你 长沁说完话 笑了笑 默念几声 阵法散开 狮狮的大门被缓缓推开 血红的巨妖番 置放在了始终石台上 杀气满意 犯着冲天的红光 他伸手一招 巨妖番从始终中飞出 落在了他手中 不然快走 巨妖番被盗 妖皇一定会察觉 你要尽早交给后池 否则一定会生病 凤然愣愣地接过了巨妖番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当初他和后池 不过是举手之劳 路见不平地出了一下头而已 现在 长沁居然帮他们到这个地步 尖锐的怒吼声 从始终中传来 让他猛然惊醒 抬手见长沁面带异色 神情坚持 也不多说 拉着他就朝虫子殿外抛去 凤然 你干什么 长沁一愣 激道 若是没有他拦住妖皇 凤然想出第三重天 根本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凤然可不是个不讲义气的人 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承受妖皇的怒火 长沁 有没有兴趣和我逃亡一次看看 交界以外的山河倒也不错 爽朗的声音在空中响起 凤然将巨妖帆收入了乾坤袋内 欲变而行 挥转头对着长沁扬眉笑道 凤然一身黑衣 血红的长发在空中飞舞 肆意洒脱 长沁先是一愣 最后长笑一声 眉眼璀璨 有何不敢 稳妖均衡把妖界时 你恐怕是个奶娃娃 两人畅笑片刻朝外面逃去 巨妖帆丢失 阵法被触动 正在主持年节的妖皇 面色一沉 眼中金光直闪 丢下了广场上的妖族众人 直直地朝着第三崇天入口出飞去 崇子殿中 两道人影出现在了石石煞空 主公 巨妖帆如今虽然没什么大用 可却是历代妖皇的信物 您开口让长沁妖君帮凤然夺了巨妖帆 岂不上妖皇颜面扫地 他和凤然上军有沙子之仇 这次抓住了他的把柄 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紫涵望向一旁的男子 一声道 以长沁的性子 就算是我不开口 他一旦知道了此事 也定会帮助凤然 我不过是做个顺水人情罢了 静渊凤然一咪 容颜魅惑 唇边带着十足的笑意 哼哼 况且 他不放过凤然更好 我倒是真想知道 惹得先妖两界之主同时震怒 后池究竟会如何收场 这声音魅惑缠绕 不像是质问 反戴了几分轻柔的期许之意 子涵眉角微重 神情这么正 抬手看向身前的白衣青年 似是听见了一声 微不可见的低难 后池 你 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你就被穿了在下方 出店 手 接下方